老板,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第一,是你的销售下跌 第二,是你的cost不断的上升 第三,是你找不到人才 第四,是你没有方向还有战略 第五,还是是你的现金流很紧 老板,不想你辛苦打拼的江山 找干找某招 老板,单靠看力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培养对未来的判断能力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学习 才可以做对未来的判断 有对的战略 我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真实案例 有一间服务公司,在2018年有三个分行 它一年的销售大概是7个million 在MCO的时候,很多老板都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年 因为多数的老板都会觉得 守住就好了 不过这个老板,在朋友的介绍下 上了YYC的课程 他在我们课程当中,了解到 当大家都不好的时候 如果他做好对的模式 对的方向还有战略 那个机会就是他的 所以,他就马上去执行对的战略 找出他跟competitor的差异化 同时,他也做了人才战略 在MCO的时候 他的成绩都不受影响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他就看到成绩 而且每一年的业绩都不断地在成长 马上发明今年唯一一场的战略 现金流还有人才免费线上课程 我会教你找出你的强项弱点 还有现在的趋势 让你找出新的焦点 还有战略 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就让你找出对的战略 拿到成绩 第二,如何从内部找到更多的现金流 让你找到at least six months的 operating cash flow 第三,three steps 让你选人还有留人 让人才和老板一条心打造你要的成绩 马上发明,到时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